疑似中暑呕吐 在中国大陆俗称大白的防疫人员 整天全套防护衣 在高昆酷晒下 各地都有包含晕倒等不适状况 就算抱着冰踩着冰 依旧酷热难耐 城市全国全国 包括北京 需要新冠军试 进入各个公共区 这就是每个人 年轻、老、疾病 都必须等待在这种狠狠的热情 光是上周 种到超过80个城市 发布高温红色警报 部分气温超过摄氏40度 不止有人中暑死亡 农作物也被晒死 农地均裂 斯恩指出将家具既有的通膨问题 因为4月以来猪肉价格连续上涨 每公斤从12元人民币涨破20元 涨幅高达6成 还有磷酸盐 可用于制作肥料 干粉面火器 它的价格飙升4成2 疫情重创 热浪接力 重量通膨压力变大 也影响经济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